Yahoo 大家好,這裡是數位小兔,我是一星 今天要來介紹一款討論度很高的燈 它是神牛的LF308 它有分單色溫也有分雙色溫 它可以當平板燈也可以當閃光燈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如何操作吧 我們先來介紹LF308D單色溫版本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內容物吧 有主體一個四葉片、冷靴關節 還有桌上型指甲 還有12V的電源線 還有一個柔光片跟藍色黃色的綠色片 還有一個手柄 我們先來介紹單色溫版本的操作方式 首先電池可以裝F970或是F750或是F550的電池 再來這裡是它的開關 這邊是DC的電源線 然後這邊可以裝3.5mm的同步觸發線 這裡是調整平板燈跟閃光燈的地方 可以看到螢幕這邊有LED平板燈的模式 然後這裡是閃光燈 然後這裡是可以調整亮度出力 按一下就可以觸發閃光燈 再來這是頻道的牛 我們可以調整頻道 可以跟觸發器還有遙控器做連接 同時調整多個頻道 再來這個牛在雙色溫版本是調整色溫用的 因為這是單色溫版本 它是18W 5600K的 所以它沒辦法做任何的調整 除了可以使用神牛附贈的遙控器之外 它還可以搭配這個X系列的觸發器使用 因為這台不支援TTL 所以我們要把它調到M 就是手動模式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看門吧 再來我們介紹雙色溫版本 它的操作方式跟單色溫版本的操作方式是一樣的 只有這個鈕 在雙色溫版本是用來調整色溫的地方 最冷是5600K 最暖是3300K 它有它最厲害的一個地方就是可以用APP 這個APP叫GODUX PHOTO 首先我們先來連接它的藍牙 藍牙的連接是按閃光燈跟平板燈的這個地方長按著 然後一開始是F1 我們要把它調到F3的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是藍牙的ID 密碼是6個0 這樣就可以連接成功囉 再來我們看到它閃光燈的地方 我們可以跟手機做連接 然後像這樣子 剛剛是手動模式 如果要用這個APP拍照可以把它調成自動模式 會依照環境的光源幫你自動做出力 然後它這裡還可以有模擬燈的選擇 還有聲音跟調屏、拼閃的選擇 還有待機這樣讓你不會按到 然後還可以匯出跟導入 再來它還可以用手機控制它的LED 這裡要調成LED的 然後它這裡可以控制它的亮度 這邊可以控制它的色紋 以上就是我們LF308的開箱介紹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的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